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思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浪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启抗疫》 《拼经济》 《反网步》 好,今次我们就讲一下世界时事多合一 第一条新闻 早前我们说过 波兰是会转移一些 飞机给乌克兰 不过当然 需要美国的首行 现在美国是怎么说的 美国是认为 这个行动可能会引起 军事的升级 所以最佳的做法 都是继续向 乌克兰提供防御性的军备就算 你记住是防御 你记住是防御 华盛顿方面 是放弃了帮助向乌克兰提供 波兰美格29 战机的努力 放弃了这个努力 原因是什么呢 美国也是害怕的 我们也说过了 其实 西媒 或者绿媒 也是 说到 好像 俄罗斯在拜 当然 俄罗斯会不会拜呢 我们不知道 但是 有时候你们也推得太大了吧 说到 好像俄罗斯 俄罗斯不是老虎 好像 紫灰虹 不是痴老虎 很快就拜了 很快看到 勝利处冠不是 你看到 扎连斯基自己也说 很困难 但是最搞笑的是 台湾 台湾的六维 每次播出的新闻 你都以为 好像明天就赢硬 那当然不是 为什么美国 都是 放弃了帮助乌克兰 提供 波兰米格29 战机呢 原因很简单 刚才也说过 因为美国害怕 就是派遣这些飞机 到几乎可能引发 危机的升级 并且将这个NATO 即是北约大日 和俄罗斯的直接 接冲突 所以有些人说 普京大帝说话没用 也不是 他说话 美国也要想一想 当然 西方也不像 某些人说到不堪一击 亦不是这样 我们要中立先去看 总之都是那句 战争是没有赢家 自从 俄罗斯出兵乌克兰 以来 其实 初期的时候 当然 西方都说大量会提供 一些 军备 美国 和波兰一直就 一项 政策去 会谈的 就是什么呢 刚才也说过 就是 将 波兰的 这个 军备库当中 俄製米格 战机 送到乌克兰 让他们进行作战 为什么呢 因为 乌克兰人对于 俄製的东西 是比较熟悉的 因为大家知道 都是曾经 苏联的加盟共和国 但是 五角大楼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 任何的 转移 其实都是不必要的 而且有机会会引起更加广泛的冲突 我也觉得是的 俄国佬有可能有 借口就是 你给一些 东西给他了 这些东西可以进攻的 你当时只是说 一些防御性的军备 到时他有可能自编自道自演一些东西 这个 是我小人之心 是我小人之心 另外 美国五角大楼的发言人 John Kirby Orbe 他也说 情报界已经评估过 向乌克兰 移交米格29战机 可能被误认为一项 升级的措施 可能导致 俄罗斯做出 重大的反应 从而增加 和北约军事升级的可能性 都是那句 每个都是为自己的 利益着想 这个决定 就令到 乌克兰总统 扎连斯基 十分失望 其实 上星期 他 就有一个 慷慨激昂的 视频 300名的美国 议员 一起起立拍掌 当然说他说得好 演讲 不过就是这样 西方就是被你感动一刹那 最后都是回归正常 或者最后都是 回归这个国家利益为基础 说到星雷区下 到最后都是 没有战机 亦都不会增兵过去 对 他就是给你一些军备 是防御性 另外 前几天 有个 Bianoga 有出来骗钱 KOL 就说 看看扎连斯基 就有一个 演讲 又是视频 在英国国位 个个都是 我看到这个 是的 是的 但是 拍完手掌 又如何呢 实际上 英国 都是这样 现在有什么措施 就一直在用 最记得 我认真听 扎连斯基的 这个演讲 当然是用翻译 讲的 他就引述 邱吉尔在二战时 鼓励英国人作战的 一个演说 是结合乌克兰一起去说 个个都是星雷区下 有些是哭的 这些台媒当然是 其实台湾人有件事很大事 你有没有发现台湾人 那些政治人物一煽动 就很容易感动 嗯 这件事你要佩服英国人 是要对政治人物冷酷的 说到星雷区下 出买邱吉尔 都是没有 不好意思 最初 这条帖下面是否有一个 Patreon的link 没错 你说得对 那当然是这些规矩 你不用说了 是规矩 规矩 另外 我们看到 最初拒绝移交计划的白工 其实 在扎连斯基发出请求之后 好像是改变了少少 有少少松动 布林肯亦曾经说过 美国为各个国家向乌克兰 转移米格战机 是可能会开绿灯的 但是 当然 五角大楼才是 军事上的 真真正正的 有代表性的东西 五角大楼就认为 帮助基辅方面最佳的方法 都是继续提供 防御的 装备 事实证明 这些装备 他说 是可以有效地击退俄军的 有效 有些地方有效 又不是全部 但是 俄军都是在进逼 美国一直会提供 一些 东西 之前台湾地区说 乌克兰有的我们也有 所以共军必灭 共军一定会全军覆没的 够胆 踏上我们台湾这个岛 真是大口气 你试一试 到时如果乌克兰挨不住 你真是好笑 到时你怎样说 而且你不要忘记 乌克兰那些 人士是抽得过台湾那些很多的 你那些草莓兵来拿掃把 掃落业 油墙 你以为真像苏精昌那样说 拿把掃把就搞得定 所以五角大楼亦都说 帮助乌克兰的 军队 阻折俄罗斯 的进攻 尤其是进攻几乎才是最终的目标 他亦都说 我们美国 和其他国家继续向他们 输送这些装备 他们就可以好好利用 俄罗斯在 是 行不行呢 行不行 暂时看电影还能顶到一下 时间一长就不知道 亦有人问我 为什么阿富汗的人顶不到 事实上乌克兰的人 勇武一点 看上去 是 所以他就说 这位 五角大楼的发言人 阿比先生说 俄罗斯在北部推进速度放缓 以及乌克兰 上空交战的 空域 就是一个证据 当然 波兰 提议将他们拥有的米格战机 送到几乎是因为 乌克兰飞行员 接受训练的 就是这些俄制的战机 所以他觉得 是比较容易使用的 这个是现实来的 但是 美国就不行了 如果当时是可以的话 美国 就会给一个回报给他们 就是 美国是会给F16 给回波兰 但是这样 美国是对的 如果 普京大帝 他说 你等于变相 你给战机他 就是 美国等于你给战机他 因为你是 这样交换 最后 不就是波兰得到F16 波兰得到F16 会不会有 威胁我们的 所以 他这样说是对的 最终 美国和波兰的谈判 当然陷入了困局 因为波兰公开表示 愿意将米格战机转移到 德国先 德国有个基地 就是拉姆斯达恩 原来那个就是 美国的空军基地 被美国处置 美国的军官 他们事先 原来是没有被告知这个计划 所以 你没有跟我说 五角大楼就立刻 对这个计划 表示怀疑 阿比亦说 乌克兰 有几个飞行中队的 全功能战斗机 意味着 增加他们的库存 不太可能 显著改变乌克兰 空军的效力 当然 这个与俄军相比 他说话 中恨得多 他都知道 乌克兰空军是不行的 不过 波兰的官员依然担心 单方面向 乌克兰 转移这些战斗机 可能会令到 波兰受到俄罗斯的直接报复 俄罗斯的高官是直接说的 他们提出这个计划 利用美国作为中间人 就实现更加 广阔的北约保护 但是 你这样会不会令到事情更加糟糕呢 而且可能会弄得自己一辅 波兰总理 莫拉 野茨基 他就跟西梅说 如果没有北约的一致之前 如果美国一个反对 其实美国一票都可以否决你 北约头就是美国 对吧 谁敢说北约头不是美国 站出来 他说了No 谁敢说Yes 其实 现在他说北约要一致通过才行 但是北约 现在五角大楼已经说 反对向乌克兰提供 俄製的米格战机 波兰的总理也说 他现在 说 坦老实 波兰不是战争的一方 北约也不是 事实上乌克兰真的不是北约的国家 不过 那么重要的决定 一定要北约 全体成员通过 不可以含糊 他也说 我们只提供 防御性的装备 这个就是我们不同意 自己派 飞机前往乌克兰的原因 波兰一位高级官员就说 其实波兰对于 美国 不肯转移 飞机到乌克兰 其实就不是 美国不肯转移 飞机 给乌克兰 是波兰转移了 他不肯给你F-16 感到 十分失望 因为布林肯 曾经都公开支持 向乌克兰 提供飞机 是支持我们波兰 这样做的 而且 之前美国的官员 私底下 跟波兰说 你们可以这样做的 但是 现在五角大楼 就算数了 就算数了 波兰的官员也说 现在看起来 的确 波兰是会面临风险的 还有 如果你突然之间 其实我觉得布林肯 这样说的声明 都是笨招的 你都没经过 军官下头 你要说你支持 但是 下面真的是 职业军人 或者真的做战略的人 他肯不肯 是吧 所以 这个也是 挺有趣的 当然 现在 是 不准就 不准了 他不会突然之间 要给你 你泽连司机 很厉害的 那些演讲 我很感动 不会的 不会的 很实际的 不像B&Loger 那么容易感动 其实他现在好像 台湾的某些选民 你要想一想 每个地方 什么 所以那些 国家常说 以普世价值为基础 去和别人 交往 什么价值外交 好像 立陶宇就这样 价值外交 你自己手 没人管你 到时 欧盟就说 帮你交份表 去和中国 解决 这个纷争 最后什么价值外交 是什么 自己吃账 所以这个立陶宇也是自己 拿来失败的 B&Loger 这么感动 听到 扎连司机的演讲演说 之前也有呼吁 自愿人士过去参军 是的 暂时没有 没有B&Loger 是的 韩国也有 韩国也有 日本也有 这个是有的 但是 看到扎连司机 以及他们 乌克兰军方公布的事 貌似都没有说 香港人有 所以 只是不淡笑 现在波兰是没办法 将那28架 米格29 给乌克兰 美国说不同意 难道你敢说 我自己弹枪匹马送过去 不会 不会 绝对不会这么做 不要那么有志舍 我以为 普世价值 最搞笑 连特朗普也是普世价值 所以抗共 他由小到大 全家都是商人 当然商人不代表不说普世价值 但是 他是什么人 大家心照 特朗普好笑 我看到陶杰有篇说 叫特朗普和普京聊 或者肯退兵 这些人 我也是不值一提 他当时做总统的时候 跟他相当之老友 当时做总统的时候 握着肩膀 握着肩膀 叫他过去跟普京 聊聊聊 特朗普一定不会这样做 因为之前不是说要 跟普京有关系 现在说 如果我是媒体 就证明了你们有事 为什么这么朋友 你们这么朋友 是吗 傻途杰真是没脑 好 这是第一则新闻 第二则新闻 来源于两个 曾经都是世仇的国家 真是想不到 就是 土耳其和以色列 你知道 这两个国家 所深信的宗教本尼 由于历史原因 都是经过很多次 生生死死的争斗 但是 现在人们都很正 因为 俄罗斯 某个程度上 是被迫在国际能源市场 退场 但是又退不完 看到有空隙 想不到 土耳其和以色列 就是 想着 扩大能源合作 而且 誓言会寻求 扩大 贸易的合作 想都想不到 其实 其实以色列 国家元首 十几年 都没有去过土耳其 另外 土耳其总统 当然 这位阿哥 也是 有人说他像普京 就是埃尔多安 他形容 土耳其和以色列的关系 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折 点 为了维护我们地区的和平 为了维护和平 是要寻求贸易的 好搞笑 是寻求贸易和能源合作 当然 以色列总统 不是总理 总理就是班内特 总统 就是 哈尔佐格 原来 他们两个国家的领导人 在 土耳其首都 安卡拉 回谈 之后发了声明 他就说 我们两个 地中海伦国 可以攜手合作 迈向未来 帮助维护本土的 稳定 这两个国家 曾经 都是 有点 牙超人 但也有亲密 所以 很难说 国际政治就是这样 都是为自己利益作战 没有永远的敌人 也没有永远的朋友 这句就对了 对了 永远 没有变化的 就是利益 没错 没错 那么多年 为什么 爱尔多安会 曾经这么反以色列 你想想 以色列和 巴勒斯坦 当然是牙齿人大 巴勒斯坦的 信奉的宗教 就是 同伴一样信奉的宗教 所以 土耳其作为一个 有力量的 伊斯兰世界国家 他一定要出声 是 他一定要出声 还有说真的 土耳其 和西方世界 算是谈得 因为他是 细组化很厉害的国家 对 当然 后来也有些倒退 想不到 之前 埃尔多安 是严厉批评 以色列 对对巴勒斯坦人的方式 而且说到 咬牙切齿 甚至说 想动手 结果 昨天 就解动了 和以色列关系解动 也是埃尔多安 为修复 土耳其 和 他周围地方 的关系造出一大努力 之前土耳其 是疏远了 以色列 还有 就是希腊 应该叫希腊 网友矫正了我 叫希腊 还有 就是 当然 穆斯林国家 都不是和他 全部友好的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沙地亚拉伯 因为 他们和 美国就关系好一点 但是 随着明年 埃尔多安 就 面临任期 又要选举了 缓解土耳其的外交 孤立关系 是可以免受经济 受到打击的 还有 有点 真是 俄国退 这个能源 是 暂时 被西方 一些国家制裁 令到 土耳其 和以色列 看到了机会 虽然 土耳其 都是见了 俄乌的 外长 原来 原来 他们几个国家想怎样 又是能源 又是能源 土耳其就说 以色列 和希腊 这些都是不对的 之前 还有塞浦路斯 这些和他的关系 之前都是不好的 还有埃及 我们地中海 潜在巨大的 天然气资源 不如这样 我们 各自纷争 一起去发财 一起去解决 这个纷争 不如一起去开采 是吧 分析人士就说 俄罗斯对欧洲天然气 供应的中断 可能 就土耳其看到机会 会注入新动力 其实也是 你看这个马杜罗 也有松口的迹象 真是想不到 所以这个世界 只有永远的利益 埃尔当官就说 我最近看到地区的 一些事态 土耳其和以色列 是可以一起在地中海合作 进行天然气的 勘探 以及 转探 我们可以恢复到以前的能源一起合作 其实就是一起去赚钱 因为以色列的技术 多方便去勘探 以色列技术很好 科技十分高的国家 埃尔当安 他就说 跟以色列总统 很坦诚地分享了 自己 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观点 以色列方面 曾经 批评过埃尔当安 对一些极端组织的支持 不过这样 现在 大家都在这些事就少谈了 哈哈哈 也好 事实上 这个世界 少一点冲突是好的 少一点冲突是好的 有 有银就一起找 最好就是这样 对 这个就是第2则新闻 最后一则新闻 就来自 我们都是准备大选的地方 就是来自 澳洲 之前我说过 有个土著的 布德尔朋友 他的家乡 尼斯坡 成为了澳洲的头条 因为 洪水浸得很厉害 魔种 去了大洪水区 试察 指指点点 结果 别人说他做秀 这么直接 虽然他真是 你知不知道 当地人士 就说 他根本是做秀 他是用了5分钟 拍了 一条视频 接受记者访问 之后 他就说 我好想见一下 这个 P.M. P.M. 结果 他得到官方的消息 就说 他没时间 可能也是没时间的 但是 如果是我 我一定见他 被他骂 之后 就特意在选民面前 扮到很谦卑 但是 不知道你那些 幕僚搞什么 就说 没时间 这么直接 做秀 反而我觉得 他这个又没做秀 如果是做秀 如果是做秀 就做全套 好心理 哈哈哈 哈哈哈 所以 很搞笑 原来他试察大洪水区时 上午就有记者跟着他 就看了很多商家 和一些 房屋庇位的人士 但是 居然 不让记者拍摄 但是 他说要拍摄 时才可以拍摄 结果下午 愤怒的抗议者 就聚集在他记者会的 议会厅前面 就去骂他 我觉得他也是在做秀 说真的 去做秀 是的 其实 他们就说 只是想 用5分钟时间 问一下总理发生什么事 和跟他交谈 5分钟都没有 5分钟都没有 不给你 有没有时间 他说的 他原话就是 有没有时间 太迟了 没有时间 走 所以 有些人表示他在做秀 事实上 现象尼斯摩 非常凄凉 这个也是现实 这个也是现实 摩总又扮得很接地气 可学我穿工人鞋 走入 亚大洪水区 走到入 劳买厂里面 跟我都挺有相诚 穿这只工人鞋 还穿反光衣 结果 当地居民又说 在那里 拍了一张照 接受媒体访问 然后就说 再见了 这么说 你也预认了政治人物哪有好人 说过老师话,你相信他 也好,有媒体曝光也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再见 再见